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摸一下吗 还好 你摸一摸 有形状是不是 黑暗纪念的鸡胸肉 鸡胸肉 走了 鸢鸡 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可以 这个是重吗 不知道大概 15公斤 30公斤 可以 这个不行 为什么 我以为可以拿起来 可以 我妈好走开 没事 出汉才帅 对啊 出汉才帅 但是他一直看镜子 对 一直看镜子 就是怕自己画的妆子 是吧 本期的主人公是来自非正式会谈的英国人代表欧阳森 据说熟悉中国道家文化的他会用六窑补挂 首先你想问什么问题 今年内能不能找到男朋友 一般来说不会问那种能不能能否是还是不是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我今年找到男朋友的概率是如何 任何 对对 好那你要在心里之前有问题 我现在就要扔硬币 我看一下这些硬币 好的 这个正面等于三 反面等于二 所以你扔的时候 你会算出一个从六到九的一个结果 然后扔六次 今天 你找男朋友的概率 对 OK 所以都是 九 九 好 小结果是 瓜 有什么 好 所以这是有点难看 但这是你的瓜 我的瓜 对 我忘了解瓜叫什么名字了 你紧张吗 有一点 对 谢谢谢谢 咦 鸡鸡瓜 这个是要好的 是吗 对 已经最完美的一个瓜 对 OK 我总结一下 你今年找到男朋友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你就继续做你自己 然后不要改变 OK 对 那我们看你的第二个辅助的那个瓜 这个叫牵挂 有一个小警告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挑战 所以我在想看你会遇到一个一个渣男 可以 所以要保持自己 到了最后你会遇到你真正的男朋友 在年轻之前 哦 这个很开心 很开心 对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或者让你调及保持自己的体会 哪那 三爷 看一下 我刚才在前面上乞olan 没有发妆吗 没有 哇 是你搞的还是你的室友 室友搞的 我们还有一些日本的酒 对 我听不懂 你喝的吗 不是 我不说一次这儿 你的房间 现在很慢啊 好香耶 中心结合 是的 是的 我刚刚起床 我没有整理 你刚刚起床到还是穿很简骑的呀 对 我先衣服一下 女生太小了 哦 哦 这个风景很棒 那边是 那边是青山 我们看到那个 在最右边有一个 那个 小熊 这个书法是谁写的还是说我法 不是我写的 但是是我让一个老师定制的 什么意思这个 它是《道德经》的第二十二章 我用中文解释不太好 我用英文解释不太好 我用英文解释不太好 我用英文解释不太好一点 哦 你用英文解释一下 可能我们可以打字幕的 对 就是这个 这个字怎么翻译啊 就应该是 struggle吧 因为他没有困难 因此 没有人在世界上 可以跟他有困难 你摆这个 听懂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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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 不要对我 听懂了 这是什么呢 这个呢 这个你自己买的吗 这是我买的 诶 这个很好看 然后它有蝴蝶 蝴蝶 蝶蝶蝶 哦 这个是英国的 对 中英结合 终于有英国的标志 哇塞 哇塞 哇 哇 啊 这个特别乱 特别乱 诶 没有啊 看起来很好玩 比我这样好 真的吗 真的 哪边是你的 到处都是我的 啊 是吗 老干吗 老干吗也是你的吗 是那个黑豆吗 啊 这个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看了就是哪一个是你的 哈哈哈哈 我今天很用心的 我刚才说 早上非常的 忙 急 急 不急啊 还有剔手材话 爆炸后 给你们看 哈哈哈 这个这个在外面吃的话 应该要付 很多很多钱 不会 中国的食材很贵 健康又健康 健康健康 いただきます 英国有什么いただきます呢 没有没有 没有我们就是自己也开始吃 いただきます 你们是用这两个怎么吃的 哎 姐姐吃了 我以为是那种 不了不了 太优雅了那种 我的早餐不优雅 切吧切 你在学我 对 你忘了这么用餐具吧 不这么用 嗯 但是英国的话 基本用的餐具是这两个嘛 倒一下 加油 嗯 鸡蛋不错 不好了 可以吗 嗯 好吃 三年前 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 欧阳森没有回国 而是选择留在北京创业 上马进去 欢迎 哈哈 谢谢 不是所有的名字吗 可以全 很多公司 可以看 对对对 现在这种公享 办公室 他所签都是你的公司 当然不是 你觉得我们这么厉害吗 这种公司 不 我就这个柱子 哈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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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柚子 他是今天纪录片的主持人 他是日本人 对 你好 我是日本人 哈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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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你的 哈啰 哈啰 哦 北京大学 这是我毕业的时候 哈啰 哦 哇 这个比较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 国际学校的一个 投资分析报告 哦 这个是工作上需要的一个 对对对 这个很有用的 就是说 最近哪些省份 国际学校比较多 然后什么类型的 因为国际学校是我们的一个 目标客户 嗯 我以前教育 对 主要是这些 拍我的电脑 但我还没把我的电脑拿出来 对 所以你们注意下 不会放很多东西 大家都挺简单 对 跟我们公司完全没有 我们公司很乱 我把那个交财 交财猫 其实是我的 对财务感受的 很好 应该在财务那边 放回去放回去 掌管生杀大权 2018年 欧阳森和两位好友 共同创立了一家 B2B的在线教育公司 从全球多家顶尖学府 招募了各学课的教师 并向各大留学机构 或培训机构 提供在线课程 是一个教育机构 然后他们在约我们的老师 然后你看他上过 游戏节课 这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系统 比方说 这里 电机进去的话 你们可以看 对 整个课程都会放 对 但我们都在上课 这个老师是扭进的物理博士 对 对 这种是一节课大概多少钱 如果是面对2C嘛 就面对家长付多少费用是吧 对家长对 一个小时应该是一千块钱左右 对吧 你一个月公司能上几节课 不到十个小时 中国的家长这么有钱啊 对 对 中国家长会把这个看成是一个投资 对这个孩子 如果他们有那个财富能力的话 我觉得OK的 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做这个行业呢 我在北大的时候 我在另外一家教育机构 做老师和顾问 然后做了三年 在那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行业 然后发现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是 尤其是外交的市资的质量 在国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很多外交 随备一个外交就都来到中国 然后开始教教英语 嗯 我教教什么 我们想要在海外招聘那些最优秀的外交 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 把它们引进中国市场 然后通过这个方式来改变 改善 就是中国国际交易的整个市场的质量 大家都说它的优点太多了 对 有没有什么缺点就好 有 缺点 第一个反正 破颜症比较严重 对 太别能拖 是吗 是有没有拖 老板会骂你们吧 我们骂老板 哈哈哈 我们骂老板 爸爸赶紧把这个东西交过来 哈哈哈 因为你是一比一选择创业 嗯 我觉得说实话 毕业之后直接创业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草率的决定 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当你在海外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想探险的心 like adventure 我觉得 我真的难以想象我在英国创业 真的 是吗 大家人不会说 哎你还是回来吧 嗯 他们一直说 他们几乎每天都这样说 真的吗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梗 在我们家人里面 对 我的阿姨在我Instagram上面 我不管我post什么照片 她会说 Harry boy 回家的时间到了 我这些人就有东西 已经变成是开玩笑的 你们为什么在沟亭上 对哦 为什么你们做沟亭 我们去 你去南京我去上海 对 为什么你去上海 嗯 去看我的林一般 我去看你的林一般 嗯 所以你是远距离 嗯 说是 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对 那一定很漂亮 对 沙沙的蜜子都漂亮 是吧 有人是吧 嗯 这个 怎么认识到 共同朋友 是共同朋友介绍 你要我介绍吗 我要 你算什么样的男生 现在人就可以 对 哈哈哈 如果好一点的话 有一点肌肉就 哈哈哈 其实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知道吗 知道了 我不知道 我问你 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 哦 哦 哇 好难回答 这个问题是什么 很多嘉宾都会被难住吗 被难住 就是我说 我本人为了小朋友 哎我还没想好呢 我想说一个会听上很肉麻的东西 但是我是因为爱 而住在这里 但是爱有很多方面 就是我也是爱人 我也是爱自己的文化 我也是爱自己的机会吧 自己的气氛 三种爱 人 文化 气氛 对 气氛也会包含做商业的气氛 同时完成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教育项目 然后帮助到很多的学生 完成他们自己的梦想 好难 但我是 我是认真的 我发自内心的 其实我真的没想到 你会问我这个问题 错 我刚刚有点措手不及 前一右前 对 对 那可能我们快到快到南京 然后 对对对 哦应该先到南京了 哇南京了 对你有两分钟 好的 应该是左手 嗯 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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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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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走吗 怎么真的就这样 你让一个农村的一个法国人 没什么实验 没干什么东西 你让他吃一点点好吃 会说这个东西挺好吃 然后就慢慢地就用一步一步的情绪 就扩大 然后就变成一个对这个文化 嗯 我们在一句不新开设了会员频道 打开何之梦官方频道主页 点击加入 每月仅需290日元 即可享受我住会员加长版视频 以及专属福利 快来加入吧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